第28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 最终榜单已经出炉 今晚将在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上颁发荣誉 28届东方风云榜Top10 十大金曲 一周深和光同城 二TFBOYS和你在一起 三时代少年团要你管 四阿云嘎不朽的 五刘雨宁忠实观众 六刘雨昕节奏病 七王源四百机 八张艺兴玉 九王俊凯beautiful 十一阳千席粉雾海 不知不觉第28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来了 就在11月17号晚19点30分开榜 也不知不觉歌手周深从2016年初登榜到2021年再登榜 已经走过五届 迎来了第六届 从青涩少年到经常战霸各大音乐平台榜单的实力唱将 周深在不断的蜕变和成长 时隔一年东方风云榜再次积聚音乐力量 东方风云榜的节目单来了 周深今晚上要唱的《和光同城》 很喜欢这首《和光同城》 因为他和周深早前很多作品有着较大的不同 听这首歌曲除了歌曲本身以外 带入感也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是《大江大河2》的主题曲 歌曲质量自然没得说 这首歌曲和早前周深发布的很多歌曲都不一样 因为这首歌曲没有那么强调高音 大部分音都没有过小字三组 基本上是在周深的中低音去了 尽管如此 在演唱的时候 难度却是很大的 层次的递进听感的不同 除了编曲的区别以外 还需要歌手声音前后有着不同 就拿前后两处C段来对比 听感就是完全不同的 和光同舞奋不顾身的坎坷 大部分歌手都能够做到后者 通过调控声音中的头胸笔 来实现递进效果 让歌曲形成反差 前半程弱唱 后半程则是直接转重型 周深在这里的处理 有着些许的不同 第一次循环 基本上摒弃了凶声 在咬字上也是点到极致 并没有咬的特别时 给人一种非常轻的感觉 这属于周深非常擅长的 也经常在歌曲里面 去使用的技巧了 这种技巧 从早期的大鱼里面也可以听到 最后一段 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段 添加了周深自己的和声进去 在演唱上 是将前面两种演唱方式 结合在一起的 之所以这样选择 主要是因为 这里是收尾阶段了 为你而来 有你 我在 最后的两句歌词 情绪是向下走的 而非继续向上进行 情绪并不是更加浓烈 整体氛围转柔 所以这就需要一种过渡 就我的听感来说 和光同城 不为圣灵而来的 和光同城 是最关键的一句 那一句如果是识着唱 而不是添加更多的气声 可能听感就完全不同了 这样一手注重情感表达 去刻画细节的歌曲 的确是比较少见的 它让我想起了自己听 只要平凡 平凡之路的时候的感觉 让我们再来回顾 第27届东方风云榜 十大金曲 年度人气传唱歌曲 还有歌手的深情演绎 都带给听众种种感动 在第28届东方风云榜 即将开榜之前 让我们一起 寻着前五届留下的足迹 再一次重温 这位宝藏歌手 获奖的荣耀时刻 1.最佳新人奖 2016年3月38号 周深凭借着《玫瑰与小路》 获得第23届东方风云榜 最佳新人奖 并演唱这首歌曲 该歌曲收藏于周深的 第一张个人专辑 《深的深》 2.全民选择男歌手奖 年度十大金曲 2017年3月27号 周深在第24届东方风云榜中 获得全民选择男歌手奖 凭借大鱼海棠 印象曲大鱼 获得年度十大金曲 颁奖现场评语 这首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和传唱度 旋律非常动人 富有想象力 3.年度飞跃歌手 2018年3月26号 周深获得第25届东方风云榜 年度飞跃歌手奖 并演唱蓝色降落伞 4.年度最具突破艺人奖 十大金曲奖 2019年3月25号 周深获得第26届东方风云榜 年度最具突破艺人 凭借歌曲《花开》 获得第十大金曲奖 并演唱《花开》 5.传媒推荐大奖 年度影视剧歌手奖 十大金曲奖 2020年7月19号 周深获得第27届东方风云榜 传媒推荐大奖 年度影视剧歌手奖 凭借随风 获得十大金曲奖 期待周深今年的 东方风云榜颁奖舞台 恍惚间 5年过去了 周深演唱的歌曲越来越多 登上的舞台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喜欢他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他也变得越来越成熟 实力越来越强 但不变的是他的赤子之心 和不断追求进步的坚持 对于今年的十大金曲 你有没有一难评的呢